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1年之前 纳粹德国的形势都一片大好 除了意大利在北非的15万人被3万多英国兵侦着打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准确地说 这些英军中其实有很多人印度兵 你不是说你很能打吗 国家与国家之间要以和为贵 要讲武的 我这就喊人帮忙 为了解决盟友战争能力不足的问题 切特勒决定派出自己的德力干将龙美尔 协助盟友意大利挽救北非战局 龙美尔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军事指挥能 给各种发生吊打英军 因此英国给它起了个外号 沙漠之湖 但是形势对德国并不一直那么好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因为石油禁运偷袭珍珠港 美国参战 并且加入了北非的战争中 战争天平很快倒向盟军一方 而西班牙的队友弗朗哥 一般喊着我和希特勒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好兄弟 一般跟丘吉拉说你是我的好基友 西班牙随便断斗手指头 就可以拿下整个直不罗脱海峡 但弗朗哥就是各种理由拒绝出兵 可谓极强属性拉满 美国也特别希望能在西游海岸开辟第二战场 大量战略物资开始运送到不列颠岛 西游海岸面临英美的直接威胁 一下子就从后花园变成了准前线 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 希特勒提出了一项计划 大西洋壁垒 大西洋壁垒 德语 Atlantic Wall 执意大西洋墙 I'll build wall 大西洋壁垒计划全长4000千米 预计埋设了6000万颗地雷 在工程最高峰 德基医工动员了26万人力 投入了1300万吨混凝土和12万吨钢材 在15000个地点修筑工程 而同时 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战役十分紧急 斯大林拼了命的崔英美 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 球胖子你还不快光芒 没看见我在前面拼命吗 OK OK 我帮帽 1942年8月19日 英国终于同意在西欧海岸进行登陆作战 但规模超小 总共只有一万人 登陆部队只有6000 最多准了算偷袭 地点是法国港口迪耶普 而这次作战的真正目的 也不是帮苏联开辟第二战场 而是获得德国的四转子 埃尼格马密码机 但是迪耶普登陆的消息 被法国双面间谍泄露 导致德军进行了提前部署 短短几天就损失了60%的登陆部队 之后只好战败撤离 虽然这只是一次小规模偷袭失败 但是却给了秋希尔拒绝在西欧海岸 开辟第二战场的借口 英国主张从意大利方向发起进攻 并称这个地方为鳄鱼的软腹 但实际上 英美完全可以在1942年开辟西欧战场 因为当时德军的精润 全在东线和苏联玩命 德国一共304个尸 其中179个尸布置在东线 大概占总命率的60% 而西线只有60个尸 只有东线的三分之一 并且当时的大西洋壁垒 只是个空壳子 军事设施几乎为零 只要有美国的帮助 穿越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 完全没有任何障碍 球球之所以推脱 一来意大利是个菜鸡 打起来比较容易 二来可以更好的保住 英国的北非殖民地 三来可以让苏联和德国死客 等二这两万聚伤之后 坐收余力 买对优嘛 就要买个好假线 1943年 德裔联军在北非战败 英美开始在西西里 和意大利南部展开一系列作战 意大利国王见识不妙 直接炒了莫苏里尼的鱿鱼 站在了同盟国一边 英国在意大利开辟战场的设想 基本实现 美国主导盟军开始在大西洋沿岸 着手登陆作战 这个时候 德军在西西的整体兵力配置都非常差 大部分都是退下来的溃兵 军队里还有大量非德国人 组成的东方营 包括俄罗斯人 高扎索人 格萨克人 有些甚至干脆就是日本人 这种军队明显达不到 德国重归军的标准 所以希特勒把沙漠之湖 罗美尔调到了法国 罗美尔抵达法国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整顿士气 然后开始抢修大西洋壁垒 在盟军阵营里 英国还是希望继续在南欧开辟第二战场 借口英国实力太小 可是美国不同意动作 坚持要在大西洋沿岸开辟第二战场 自从美国开战后 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 就开始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物资 海洋运术能力超级强大 简单来说就是钱多事少 有了美国的支持 盟军最后决定将第二战场 选在西欧的法国沿岸 军事代号霸王 霸王计划对登陆点提出了很多要求 比如必须满足从英国起飞的飞机的覆盖范围 比如道路系统不能太发达 满足以上条件的一共有三个地方 分别是康坦丁半岛 加莱和诺曼底 首先是康坦丁半岛 这一地区地形十分狭窄 就算攻下来大军团也无法展开 只能在狭长的半岛和德国进行震地站 少有不注意就会被赶下海 所以首先抛弃康坦丁半岛 加莱距离英国最近只有34公里 空军可以发挥最大的能力 对地面进行支援 而且对海军的运输能力要求非常低 但是德国在加拉一带防御最严密 希特勒一直认为盟军会选择在加莱登陆 罗美尔也亲自坐镇加莱 想要在这里登陆 盟军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诺曼底虽然远一些 但德军防御松懈 大西洋壁垒的工程只完成了18% 而且这一地区较为开阔 大军团登陆之后可以完全展开 经过对比之后 盟军最终选择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 接下来盟军要进行其他工作 两栖登陆是难度极高的作战 敌人一旦有了准备 就会对登陆部队造成非常大的杀伤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希特勒相信盟军绝对不会在诺曼底登陆 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忽悠开始了 美国方面 不能让希特勒坚信盟军会在加莱登陆 他们干脆创造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军队 美国第一集团军群 这支军队号称50个师 总兵力100万 由猛将巴顿率领 驻扎在加莱队岸的多佛 这支部队装备了大量冲气玩具 比如冲气坦克 冲气汽车 再会上几辆真坦克跑来跑去 德军侦察机从高空根本看不出来 除了甲部队 盟军还装备对加莱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并且派遣特战队在加莱一带进行破坏 1944年 苏联发动了四大领土机 收复了大量领土 东线大局已定 英国为了和苏联抢攻 加快了诺曼里登陆的准备工作 他们找到一个叫克里夫顿 詹姆斯的军人 这个军人战前是个演员 长得和蒙哥马力几乎一模一样 1944年5月26日 英军派这个假蒙哥马力在北非到处高调访问 德国间谍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总部 因为盟军当时确实有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 大批船只集结 所以希特勒判断盟军近期不会在法国西海岸登陆 要登陆只能是法国南部 1944年6月5日 盟军战战开始在诺曼里的海上集结 德军因为战略误判 认为这只是演习 没有太当回事 隆美尔干脆跑回家给妻子过生日 但就在这一天 英美开始在诺曼里实施大规模空降 夺取了奥恩河大桥和卡昂运河上的飞马桥 6月6日 盟军开始实施诺曼里登陆 德国专甲部队则是盟军登陆的消息后 马上就支援 结果发现去诺曼里的近路 奥恩河大桥飞马桥都被英国空降兵控制住了 这支专甲部队攻了半天也没有攻下大桥 最后之后绕了远路 就在这一天 盟军就拿下了什么滩头 6月7日 德国专甲部队抵达诺曼里 并且进行反攻 但是被盟军的剑炮击退 之后 英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稳定的阵地 然后开始向东西两边发动进攻 英军负责向东边的卡昂发动进攻 打通奥恩河和卡昂运河 美国则向西进攻康采丁半岛 因为德军在康采丁半岛修输了大量攻势 导致美军的进攻非常艰难 直到7月1日 美军才占领这一地区 并且付出了2.5万人的伤亡 而卡昂方向战斗更加激烈 守卫卡昂的主力 是德国第21装扎师 和德国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扎师 尤其后者非常值得一期 这支部队的所有士兵都出生于1926年 到1944年正好18岁 而且配备的军官也是东线撤下来的老军官 6月7日 英军开始进攻卡昂 但是守城的德军拥有大量暴使坦克 英军即便拥有绝对的空军优势 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7月9日 经过33天的血战后 盟军才凭借强大的火力将德军赶住了卡昂城 7月18日 美军在付出了4万人的代价后 占领了圣洛 为盟军建立了稳定的登陆场 诺曼底战役到此结束 盟军的280万大军可巨额补给 开始通过诺曼底海滩涌下欧洲大陆 直到今天 诺曼底登陆仍然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 期限战场的开辟 迫使德国被两面夹击 这场战争 德国已经必败无遗 为了避免德国被希特勒毁灭 7月20日 一部分德国军官在希特勒的秘密办公地点狼学 尝试刺杀希特勒 喳喳 用炸弹都没炸死我 在普罗旺斯就进行了第二场登陆战 因为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精锐部队 所以盟军的进攻非常顺利 8月19日 盟军开始向巴黎进攻 25日 巴黎守军投降 法国重新夺回了自己的首都 8月27日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解放土伦 28日解放马赛 之后南路盟军一路向北推进 9月10日 诺曼底的盟军和南方的盟军在宗贝尔农会师 希特勒在法国大势一去 罗美尔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因为罗美尔涉及到暗杀自己的活动 所以希特勒下令强迫罗美尔服渡自杀 沙漠之狐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不过盟军只是收复了法国 想要拿下德国和苏联争夺利益 就必须夺下一条重要的河流 来英和 记得点赞关注哦